目前我们国家真正的中医已经越来越少 名不服食的中医我们暂且称之为中不中 细不细的虎口医 可能这个名称不好听 特别是40岁以下的青年中医更觉得委屈不好受 其实他们都想努力成为一名好中医呢 只是在现实的当下 一个真正的中医是如何看病的 我们认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 必须做到 1.坚持整体观念 不可将局部与整体分割 2.坚持辩证论治 不专告辩病论治 3.坚持脉诊 不用听诊器 4.病人如果刚到 先让他充分休息后再做诊断 否则诊脉会有偏差 5.坚持只开中药 不开西药 病人要求也要拒绝 6.坚持四诊 化验单只做参考 不做唯一依据 7.耐心给患者讲解病情 不可敷衍 病人同意后 再记录一案 开出药方 8.坚持开小处方 不轻易开大处方 9.坚持用中药取代抗生素 10.强化中医思维 不用吸引理论 指导用中药 11.说服病人在服中药期间 不自服吸药 不打针 12.真正遇到中医 无法解决的疾病 要坦诚告诉患者 13.处方 自己要工整 不可疗嘲 更不可自己乱取 要命 14.要敢于 面对危重病人 要敢于抢救西医 抢救不了的病人 这一条非常重要 15.坚持借口 不可单讲营养 16.坚持从疾病的 跟上治疗 不急功近利 17.坚持与病人同呼吸 不可冷淡病人 18.不把钱财看得太重 医术在此 何必筹钱不来 19.坚持走在一直努力 一直学习的路上 当然以上内容并不全面 毕竟每个医生 都有每个医生独特的方式 说实话 现在许多中医医院 为了抓收入 是很难也不容许 用传统方法治病的 除非个人开诊所 这在于自己如何选择而已 一个真正的中医 不仅会看病 还必须认识中药 那些不识中药的中医 叫做西式中医 也叫做挂羊头卖狗肉的中医 能用多种手段治一种疾病 这是中医 用一种手段治一种疾病 这就是西医 针灸 按摩 拔罐 刮沙 蛀油等 都属中医范畴 现在的西医诊病 医生已成为仪器的努力 一切结论都以仪器的结果为前提 科学的进步 却使人的本能退化了 所以物诊学 也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古人云 不为良相 变为良医 真正的中医 于国必存济实之心 于名则无凭贱之意 良医处事 不济明 不济力 这样的医者 其道德和仁义 值得人们尊敬 其医术也必将会有更高的造诣